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了解永恒真理的人 就不会为任何的生死离别而哀伤悲气 因为生死离别是必然的 了解永恒真理的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诽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 这更难的笑呢就不忍习 为什么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 和一颗亲近的心 打擏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樣的瓶子 你為什麼要裝毒藥呢 同樣的心理 你為什麼要充滿著煩惱呢 無論樂與苦或愛與恨 都是你重要的老師 他們是解脫的根源 如果我們希求 此生擁有世俗的成功和安樂 不想遭逢困境 真正的解決之道 就是進掌集資 你為什麼要充滿著煩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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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通常都漫不經心地吃 味道迅速地來去 當食物還在嘴裡時 因為對味覺的欲望和貪愛 所以伸手在擷取更多 通常我們都無知整個發生的過程 尤其感情 永远不要让恶口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有多坏有多恶 你越骂他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 你越来越来 不清楚夜晚的黑暗 就不知道烛光的珍贵 我以怕你 我以怕你 当房子与团乱时 我们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 并起身打扫与清洗 但是心黯淡与抑郁时 我们却看不到 还埋怨悲惨的处境 我们从地上 海马尔鸥 nota ugo widen 自己chyta 整ively preset 如果有人说话刺伤了我们 我们只要如实决之即可 我们只要如实决定 我们只要如实决定 要如实决定 要如实决定 要如実决定 作试西 随着你越来越深入教法的意义 佛法不可思议的功德将变得更加清晰 如同你飞得越高 太阳就显得更加明亮灿烂 你飞得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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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疑惑者与没有疑惑者之间 没有什么好真的 对 这套命啊 Lomama Chuyay Jirji Nali Re Mucho Gye Tonjya Nali Re Cha Chuyay Lomama So Jamare Lomama So Jamare 佛教中的功德是断一切恶 恶法断除后就不再有任何压力 Lomama Chuyay 压力消除后心就会安定下来 安定的心是清净明亮的 不会夹杂成年 通知 the arts 之中 安定羽 虚眼 是 贊西 一个有智慧的人 不需要事事都要求完美 重点在于看破并放下世间的假象 以获得解脱 许多修行很久的学子 并没有真正获益 真正的原因是 学子由于缺乏真实的愿力和虔诚 以致不够亲近 而无法获得圆满的加持 带来真正的正果 而无法获得圆满的加持 而无法获得圆满的加持 我们修行佛法 最主要的目的 开悟成佛 是 是 除了 除了两物我们内在的佛形外 其他并没有所有称之为成就的东西 水刚好获得圆满的佛性 沙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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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当下,你得以接触到生命中所有的美好 安详、喜悦、解脱、佛性、涅槃 这一切只能在当下发现 快乐只存在于当下 我们能真正感受到当下最美好 可真其不过你脊脏点 可速度尽一直在当下 感谢观看 大多数的人都不是坏的 只是习气难改 每个人都有习气 只是深浅不同 每个人都不是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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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器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拾其免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300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护爱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佛教智慧故事 绝处逢生之志 传说在很久以前 你都饿了吗 明白大王 明白大王 看那边有好多吃的 等那两个人走开我们就去吃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这一定有阴谋 我先过去打探一下 看来是没陷阱 大王我们过去吧 走吧大王 走吧大王 好不过大家要小心 你 中计了 这回有的吃了 干得好 大王 大王 你想先吃哪只鸽子 我去宰了它 不急不急 你们先用好米好肉喂它们 把它们养得肥肥胖胖的时候 再啥也不吃 大王高见 大王看你们可怜 派我给你们送好吃的大米来了 是啊 快吃吧 多吃点 我想吃米 你还吃 看还有好吃的肉丝呢 来来来 这是我们没求的肉丝啊 大王我想尝一下可以吗 我也想 就知道吃 你们想过吗 国王为什么要供我们吃喝 这是国王的诡计 现在不是贪吃的时候 我们要想办法逃出这里 我们要想办法逃出这里 你们在干什么 大王我太饿了 我们被关在这里也出不去 吃跟不吃又有什么差别 先吃饱肚子 有机会逃跑时才有体力啊 是啊大王 你们 大王您也吃一点 我不吃 这么好的肉喂给鸽子吃真是可惜 好 冑出去 ,冑了 想跑 门都没有 我饿你们一天 看你们还怎么跑 我也想吃肉块 都怪你 要不是你 我们现在也在吃肉块了 我没想到他们会用埋伏 人类那么聪明 我们都不过他们的 我不会再听你的话了 大王 您饿了一天了 您也吃一点吧 你们不能再纵情贪欲了 会送命的 你不吃不喝 难道就不用死了吗 是啊大王 宝斯鬼总比饿斯鬼好 说不定人类还不会杀我们呢 你还想逃跑 死了这条心吧 你 出去了 你们要是能忍住饥饿 不吃东西 现在正能跟我一起逃走 自由自在的生活 可惜 哎 有只鸽子逃走了 抓住它 快给我抓住它 今天的故事 是根据六度集经 卷六 歌王本身改编 故事称赞了歌王 有不同常人的机制 也同时表达了贪心 是万恶之源 佛仪教经云 知足之法 即是富乐安宁之处 知足之人 虽卧地上 尤为安乐 不知足者 虽处天堂 亦不称义 不知足者 虽富而平 知足之人 虽贫而富 不知足者 常为五欲所迁 为知足者 知所怜悯 其实人生最需要 我们贪心追求的是时间 如果没有时间 我们还能有什么作为 去遇见 根本居然不知最快责任 你能注意 我还能够 你不知 命 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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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的呼唤 远迈顾 生命电视 庄严生命的风华 一切生命都在生死的轮回中受苦 对此我们应该生起无常感与处理心 更进一步地以此为原 对一切友情生起大慈悲心 适度友情 该如何帮助众生呢 成佛 唯有充实自己 是正无上菩提 才能圆满自利利他的大恨 也只有圆满的佛 才能确实地利益众生 当我们每天一起床时 就要观想 我即将步入诸佛的净土 悲起菩萨利益众生的大人 佛法所讲的平等观 就是要将五浊二世 转化为诸佛的世界 尽量以此静观 看待身边周遭的一切人事物 使心助于静观 将有助于我们灵性的成长 无论我们从事什么行业 当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能以服务众生 利益众生为动机时 我们的工作就成为菩萨的工作 是为众生而做的工作 从菩萨利他的深度与广度而言 我们根本无法分别行业的贵贱 因为一切皆取决于动机 动机不同 所看到的世界也就不同 如果我们专心希望利益众生 就应该确实关照菩萨妙志 一切物质与精神等诸法 皆是无常的本质 没有依法利挽 当我们打破对于诸法执着的心态时 我们的心性将会得到舒展 悲心也将进一步地增长 而对于一切众生的关爱 也才会更加地坚固与不退 有利益于他人的事情 我们就必须去做 有利益于众生的言语 我们就必须去说 怀着善心 一切都以善良为出发点 不要做出任何伤害众生的行为及语言 让自己成为佛陀 在人间的清善大使 服务众生 劝尽行者的工作 才是我们生命动力的来源 大圣菩萨的愿力 是无有边际与限量的 在这无有穷尽的大悲愿力之中 我们不断地实践 我们不断地实践普贤菩萨的大恨愿力 利益众生 劝发大心 自为一名菩萨 我们应该多行三种布施 饶益众生 多行财布施 受用决定永不缺乏 多行法布施 智慧决定增长 坚固 多行无畏施 有事常得健康长寿 因此 多行布施 利益友情 即使也即是在圆满自他 回馈自己 佛教的意义是什么 佛教的意义是 只要众生 世间 以及社会 需要什么 菩萨就学习什么 以种种善巧方便 利益众生 引导众生 投入正觉 所以 突破个人的强烈我值 才可能成就 诸佛菩萨的 伟大生命 与丰富内容 每一尊佛 及其名号 都象征我们凡夫最完美的那一面 当我们向佛陀 前程礼拜时 就是代表我们 降服自己的傲慢 欲望 与无名 透过礼拜 来降服我们的烦恼心 进而使我们的佛性显现 成佛的目的 就是为了利益众生 我们一定要记住四个字 众生太苦 我们要深刻地体会 我与众生 同在融会当中流转生死 受无量苦的困境 而今有幸听闻佛法 知苦 断疾 默灭 修道 但上有许多众生 仍不知四地圣法 不知有佛道可成 我们应该担当起 利益众生的大人 精进修道 奉献身心 这六字大明咒 就是诸佛 卑至力量的汇聚 能度脱正生 得生净土 能令一切人 诸根清净 能使一切菩萨 圆满六度波罗密 此咒更能熄灭众生三毒 并且发展 每一友情的大悲心 此六字大明咒 是能改变自心 也能利益众生的最上方便 大圣佛教的修学 从一开始 就要有利益众生的动机 有一个正确的动机之后 就开始专注于 佛法的文思修 最后更要将修行的一切功德 回向法界一切如母友情 如此 前行发心 正行修持 结行回向 就是菩萨自立地他的三大原则 地心随时保持平和 让心寂静 清安与喜悦 保持精明的智慧绝招 实时心怀感恩的态度 善待万事万物 并且尽量以物力 体力与智力 奉献自我 服务众生 这就是实践菩萨之行 当我们懂得接受无常的变化之后 反而会更加积极与用心 因为一切都在变化 所以我们更要把握当下 把握生命 把握时间 把握每一次可以奉献身心 利益众生的机会 不要再将时间 浪费在没有必要的事情上面 在我们的生命中 如果有机会 对单一 或者多位的生命服务 那就应该要尽心尽力 完成这项利他之行 因为能够服务他人的机会 不是随时可得 而佛弟子们生命的目的 就是要对其他友情 有所贡献 利益一切众生 一心造实法界 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心 随时保持在与不提到相应的频率 千万不要让心 掉入与生死轮回相应的情境 我们要学习掌控自己的心 而掌控心的最好方法 莫过于平时的念佛 读经 执咒与禅修了 佛陀最重要的教导是 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不要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而是要以众生的利益为优先 因为我们的发心正确 不为自己 但为他人 就能超越自身的执着与束缚 而获得绝对的清安与自在 执念 执罗尼就是保护我们的心 执罗尼就是将诸佛菩萨圆满的功德 融入于我们的心中 诸佛菩萨将他们所累积的功德 汇聚成陀罗尼 毫无保留地回向于一切众生 只要肯打开自己的心 执念唯妙的托罗尼咒 就能将诸佛的圣爱与妙指 灌入我们的心中 请将焦点从自身转移到其他众生 学习自他交换 只为自己是痛苦的来源 为一切众生才是幸福与快乐的泉源 将对自己的关心 转化成对众生的关怀 培养无私的风险心态 就是开拓我们的生命 请立即开展慈悲 开展生命的力量 调伏我直的负面能量 咒是诸佛的心 也是诸佛法门的总持 耻咒为大圣佛教的修行法门 所以当我们在耻咒时 应该以愿一切众生 同占利益的愿心来耻咒 当我们能以这样的动机持咒 其所得到的感应 将是不可思议 我们应该高举 立他的胜利旗帜 战胜一切对立 回归诸佛的本心 何谓法王 法就是指一切变化无常的诸法 能在一切变化无常的法中 任允自在 如如不动 那即是法王 大正觉者佛陀 是已于法中得大自在者 过去诸佛是已成就的佛陀 凡夫众生 则是未来将成的佛陀 自为菩萨应有的心情 是应当实时观想 一切众生的身心痛苦 完全融入我们自己的身心之中 然后再将自身所拥有的快乐 幸福与功德 毫无保留地回馈一切众生 如此反复观修 我们将能看见自心的扩展 以及身心微妙的改变 真正的爱 是以理解与包容来爱对方 真诚无私的爱 彼此的心才能够真正的交流与对谈 所以爱是真诚地关心对方 无私的奉献付出 而绝对不是对立与束缚 我们身上所拥有的一些优点 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凸显自我 相反的 我们应该以自己的能力与优势 提供服务奉献他人 如此我们的优点 才有实质的用处与意义 当一个人开始喜欢享受时 心就会变得脆弱 所以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决心 就是我不再为个人的享受而忙碌 我唯一的欲求 只为服务众生而心情 不再为个人的利益得失 我唯一的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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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蛙的佛心 嗯 学学怎么做 有时间我也坐来吃吃看 中午 薛小姐来到菜市场 刚好看到有卖牛蛙的 牛蛙 卖牛蛙 又大又肥的牛蛙 哇 有卖牛蛙的 真是太好了 刚好可以买回去做那道三杯牛蛙的菜 这位小姐 这位小姐 买点 买点牛蛙 这位小姐买点牛蛙吧 你看它们多肥呀 帮我包三只吧 好啊 需要杀掉剥皮吗 好的 因为我丈夫他学佛 从来都不杀生的 哈哈 那我帮你处理吧 哎呀 实在是太残忍了 哈哈 它们只是牛蛙而已 杀掉它们就像收割稻子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让我们填饱肚子罢了 等你尝到它们鲜美的味道时 就不会觉得杀它们是一件残忍的事情了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 若是让我先生看到了 他可是绝对不会吃这些牛蛙的 谢小姐的先生一直有在学佛 平时一般是吃素 偶尔吃肉基本上也是三斤肉 哎呀 老公 你回来了 是啊 是啊 你买什么呢 你自己看吧 今天晚上我做一道新菜给你尝尝 啊 牛蛙 天啊 它们都被剥了皮啊 这真是太残忍了 老婆 你怎么能买牛蛙来吃呢 我前几天刚从电视上学会了一道菜 叫三杯牛蛙 正好今天去市场看到有卖牛蛙的 我就买了三只回来试试看 阿弥陀佛 这真是太残忍了 吃掉它们真是极大的罪过 这有什么可罪过的 它们只是牛蛙而已 杀掉它们就像收割稻子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让我们填饱肚子罢了 等你尝到它们鲜美的味道时 哎 就不会觉得杀它们是一件残忍的事情了 你怎么能这样想啊 牛蛙也是有生命的 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具有佛性 我们怎么能肆意杀掉它们呢 你不吃就算了 等一下做好了 我自己吃 谢小姐来到厨房 用水将那三只牛蛙冲洗了一下后 便放在砧板上 这三只牛蛙有一只已经都不会动了 一只偶尔动一下腿 还有一只使劲地想把上半身抬起来 哎 我好像看到有只牛蛙在动 不是我眼花了吧 它们都被开膛剥皮了 应该早就死了才对啊 啊 怎么会这样 那只使劲地想把上半身抬起来的牛蛙 鼓着眼睛直直地盯着谢小姐 眼神中透露出愤怒和绝望 老公 你快来 你快来啊 怎么了 老公 你看 你看 它好像对你有很大的怨气啊 我想你应该向它忏悔 啊 牛蛙 是我 是我杀了你 都是我的错 我想 忏悔我最过最好的方法 就是念佛号回向给你 让你往生极乐世界 免受轮回之苦 希望你放下嗔恨之心 原谅我的过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小姐在说这番话时 那只牛蛙停止了挣扎 他抬起头 好像在努力听他讲话似的 继续说下去 他们有反应了 听我说 我们念阿弥陀佛 佛号回向给你 你就可以去一个 没有死亡的地方了 没有痛苦 也没有杀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只要听见阿弥陀佛的声号 阿弥陀佛就会来 接你去极乐世界 谢小姐说到这里时 突然发现这只牛蛙 抬着头 正看着自己 她有些不敢相信 这只青蛙在看自己 在听自己说话 于是 谢小姐念着佛号 移动到了砧板的另一侧 这只青蛙竟然随着声音 也将头转了过去 难道他们真的是 在听我说话 谢小姐一直念着阿弥陀佛 这只青蛙认真地听着 眼神不再恐惧和绝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只青蛙听到念佛声后 眼睛变得很明亮 像是有一种光 那光似乎是从她眼底出来的 又似乎是什么地方 照进她的眼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只青蛙专注地看着上空 似乎努力聆听谢小姐的声音 就似乎在聆听上空 更细微的什么声音 谢小姐还在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 突然这只青蛙使劲朝前跳了起来 然后鼓动着嘴 竟然说出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 你刚才听到了吗 嗯 听到了 这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然而 这只青蛙不再动了 它走了 它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 抬头看着上空 上身挺立 那天的餐桌上 没有了那道 本来叫三杯牛蛙的菜 我相信青蛙是去了极乐净土 有几个人有上上根气 听闻佛法就深信不疑呢 蛙被刨腹剥皮 去除内脏时 都还信佛念佛 那么身为万物之灵的我们 焉可以不信佛法呢 一般人没有得心能超度 我们杀害的生灵 我听到挖念阿弥陀佛 我相信不是我超度了它 而是借由佛菩萨的愿力 来超度众生 嗯 并且在教育告诫我要 放下屠刀 放下屠刀 生命迈动 绽放希望 生命电视 让世界亮起来 接下来请收看 无体系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